我要跟涂山景成婚 涂山景死了 涂山景死了 涂山景回不来了 不复相思 静后相逢 相思相见七月份的眼泪已经准备好了 七月八日 《长相思2》终于播出了 也让期待已久的剧粉和书粉为之雀跃 去年暑期到 《长相思》一播出就受到很多人的喜欢 不管的剧情的走向还是人物都牵动着所有剧粉的情绪 网上更是哭倒一大片观影者 本以为一部剧同时有四位男主的剧会有不一样的情感输出 但没想到是带来四份不一样的心痛 四个男主有不同的使命 不同的家庭背景 所以 在表达爱意时方式也会有所不同 也有各自心中的顾虑 但是对于从小就流浪的小妖来说 坚定不移地站在自己身边 永远让自己有依靠的肩膀就是她的最终所爱 《长相思》一中 剧情大多都以事业线和彼此相识 相知的阶段中 并没有过多地去突出感情之间的拉扯 所有 《长相思》二中 两记情感的积攒 会使情感的浓度更加地深厚 人物的走向也更加地复杂 官宣的站位图中 小妖 枪炫 香柳 屠山景 赤水风龙五位眼都身着一袭红色嫁衣 可仔细地观看还是可以感看出一些不一样 小妖左侧最边上站着的是赤水风龙 她是和小妖感情关系中最晚出现的人物 对小妖更多的是外在和钱表的喜欢 当然 风龙也是有很多可取之处 她的身份和地位是四人中最稳固的 风龙的性格是一个非常开朗且正直的人 一看就是从小在爱里长大的男孩 对小妖来说是不错的选择 可小妖对风龙却是毫无爱意 枪炫站在小妖的左侧 眼神坚毅地目视前方 红衣内衬里透着不平凡的刺绣 枪炫和小妖两人从小以兄妹相称 一起经历了失去家人的痛 是发誓要保护彼此一生的人 是最亲 最近的人 心里永远地的一顺位 可什么事情都不可能圆满 在两人最需要互相陪伴时 为了保护他们 西炎王只能将他们分开送出去 这一分别就是三百年 小妖被送到玉山后 苦苦等了七十年都没有人来接自己 不小心又听见丫鬟诋毁自己的私语 小妖偷偷跑走 想去询问父亲事情的真相 可幼小的小妖 那只人性的善恶 经历了非人的折磨 最后放弃寻找家人 独自生活 枪炫则是被送到浩灵国做质子 一边躲开叔父的追杀 一边寻找小妖 找到之后 枪炫清除自己的身份低微 无法全力保护小妖 为了全力 也为了天下的百姓 枪炫只能开始自己的帝王之路 这也间接地暗示枪炫想要王位 就不能随心所爱 枪炫的爱是情到深处的爱而不得 是爱意溢出眼眶的心疼怜惜 后来的枪炫愿放弃一切换回小妖 才明白小妖在意的是 相伴 相守 始终如一的人 枪炫为了挽回小妖 用狠毒的方式杀害了小妖的所爱之人 但小妖却无法对枪炫出手杀害 所以枪炫也是伤小妖最深的人 如弯心之痛 图山景站在小妖右侧 是一个与世无争 喜欢平平淡淡的人 也只有她的嫁衣 从里到外全是红色 站在小妖身后 眼神坚定地看着小妖 七初 满身伤痕的图山景 被小妖化身的文小六所救 也是第一个识破小妖化身的人 所以 图山景确定爱意 以后就一直跟随文小六 在文小六认回父亲之前 袒露自己的爱意 让小妖给自己时间 之后 虽两人有误会 但好在都一一解决 图山景也唯一一个从始至终都将爱意说出 坚定不移地站在小妖身后 图山景有稳定的家族地位 不争不抢的性格 没有理想 抱负 只想和喜欢的人好好生活 这很符合小妖的择偶标准 一辈子只爱一人 在所有选择面前都坚定不移地选择自己 九命香柳背对着小妖站在最右侧 香柳是四个男主中命运最坎坷的 因为是低等的妖族 从小就被困在斗兽场中 因为被红将所有 所以终身投入到战场 最后也死于战场 完成了她的恩情和使命 都说妖族是没有心的 更何况是九头蛇妖 她一生都遭受着所有种族的冷眼和唾弃 但她没有一丝怨恨 独来独往地还着恩情 香柳是在闻小六时期遇到的小妖 以香柳的性格一定是直接处死 但是她并没有 在得知小妖跟自己有着相同的经历后 觉得终于有人能体会自己的感受了 在小妖说出自己无利自保 无人相依 无处可去时 香柳便一直将此事放在心上 在小妖遇到困难时 鼎力相助 可一个人带习惯的香柳 并不是会将所有的付出讲出来 最后 表示出利用的样子 因为香柳太理解小妖的内心了 从来都不想欠别人什么 所以 在香柳每一次帮助小妖后 都会提一个要求 让小妖不觉得亏欠 在小妖要嫁给不爱的人时 以身冒险 从婚礼上带小妖离开 将最后一丝 可以和小妖相处的身份失去 小妖和香柳 都是对彼此动过心的 但是香柳被恩情捆绑 注定是不能和小妖离开 在小妖跟香柳说出 带自己走 过无忧无虑的生活时 香柳不知怎么回答 这就间接证明 香柳是将恩情放在第一位的 其实 在香柳知道闻小六是号灵王姬时 就知道两人不可能 自己是妖族 小妖是神族 所以 一直尽自己所能地保护小妖 教小妖练习弓箭 花光自己所有积蓄 筹集上好的材料 为小妖建造弓箭 在小妖遇到危险时 通知屠山井 在小妖性命垂微时 不惜舍去自己一命 用自己的心头血 整整喂养了小妖37年 真正做到了 让小妖有处可去 有人相依 有利自保 最后 自己一个人赴死战场 死在小妖嫁人的那天 香柳是最懂小妖的人 小妖和香柳在一起 也是最快乐 最能展示 内心最真实的自己 最后 香柳将自己在小妖这里 所有的痕迹抹去 只留下一个大肚娃娃的玩偶 可笑的是 香柳所有的付出 小妖均不知情 香柳的爱是克制 是成全 在小妖路途平坦后 默默离开 消失于世间 不能说 香柳死在爱小妖的路上 是香柳在赴死的路上 遇到给了自己一束光的小妖 四个男主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和心之所想 不管结局是如何的 但四位男主 也算是得偿所愿了 九美女齐剧金庸武侠世界 包上恩众星捧月 哈尼克兹再度惊艳 看似小众 但实则很有意思的电视剧 金庸武侠世界即将收官 虽反响有包有贬 但还是很有看点的 它是一个以核心故事铁血担心为主线 又分别开创四个人物新篇章的系列剧 着重讲述了大侠郭靖的成长故事 因为独特的设定 也注定了该剧中出现的人物不少 演员百花齐放 尤其是女性形象 从黄蓉 慕念慈 梅超风都喊来了当红小花出演 甚至连打酱油的角色 饰演者也是小有名气的哈尼克兹 罗秋运全世 那么 众星捧月的女一号 网红出身的玲玲花 包上恩表现又如何呢 是光芒四射还是被配角咽压 一 包上恩 今年才22岁的包上恩入行已三年了 虽不算大红大紫 却曾凭美貌火到了韩国 还成为网友心中代曝小花之一 他家境良好 自小多才多艺 15岁时便以原名包露家 在网络上小有名气 而且他相对早熟 2018年尚未出道便被发现 曾和参加过明日之子的男爱豆孟子坤谈过恋爱 但这段感情后来不了了之 几年后 他也因出演民国剧妙手出道 当时演的就是女三号 足见资源爆棚 到了次年 包上恩便已经开始演女主角了 并凭借在花招秋月夜等剧中的古装扮相 惊艳大众 他的长相属于标准的小白花长相 因为苹果肌饱满 脸部软组织丰富 所以一笑来特别可爱 当时有网友觉得 包上恩撞脸曾经的古装女神穆婷婷 还引发热议 除此之外 也有人觉得 他还撞脸了赵丽颖 赵露丝等女性 是标准的甜妹 在目前的影视剧市场上很是吃香 但这真正让其被观众关注到 还是2023年热播的《装腔启示录》 包上恩在其中饰演天生丽质的柔弱小白花林心姿 那之后 他的资源又升级了 接连合作的都是张小斐 诚意 李一同这类咖位的艺人 虽然演得多为配角 但戏份都不少 从演技方面看 包上恩也很有灵气 且古装 时装 甚至是悬疑剧中的表现都可圈可点 直至金庸武侠世界播出 他与《风神团》之一的此杀搭档 合作出演了黄荣和郭靖 光是站在一起 就是氛围感十足的俊男美女 且各有风格 目前包上恩还手握水龙银 英雄志 江湖夜宇十年灯等作品 接下来估计要呈现霸平之势了 但能否一下冲上 顶流还未可知 但毕竟年轻 未来可期 2 黄毅 最近因在活动中宣传金庸武侠世界 而被对手男演员王洪毅冷落的黄毅 赢得了一波同情分 他比包上恩大五岁 且出道六年之久 却始终没什么水花 直至今年之前拍的作品陆续播出 才在观众心中有了存在感 他是与凤行中被渣男骗了好几世的小河和景西 是玫瑰的故事中 傅嘉敏的活泼未婚妻秘密 虽然戏份都不多 但却因惊艳的造型 和富有灵气的表演 被观众注意到 也很难得 而金庸武侠世界中 黄毅饰演了楚楚可人 却正直热烈的慕念词 这个角色人设很好 之前蒋琴琴 刘诗诗 赵丽颖 孟子义都演过 所以黄毅压力不小 但他演的慕念词一袭红衣出场 少女感满满不说 还带着侠女风范 令人过目不忘 他的清冷娇俏和侠干义胆 都被黄毅淋漓尽致地诠释了出来 甚至站在包上恩饰演的女主角黄荣面前 也毫不逊色 而黄毅的资源却似乎不如包上恩 虽然他手中也有千秋令 遥相传奇 盛世天下等作品代播 但对手演员都不算顶流 所以能获得的红利可想而知 三 孟子义 前面提到 曾在2017年版本的《射雕英雄传》中 出演慕念词的孟子义 此次在金庸武侠世界中演的却是梅超风 他虽是反派形象 但在剧中却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因为年幼目睹父母死在面前 所以一直以来只想复仇 妆容上 孟子义版本的梅超风和印象中的大相径庭 他妆容精致 虽然没有过多的装饰 却依旧美艳绝伦 也因此 他在剧播阶段便凭借脆弱感和并交美人的词条 上了热搜 除了将梅超风的妆容进行了爆改 感情戏方面也加了不少元素 比如和黄耀师的恩怨情仇 莫名有了众禁忌被德感亮衣机和杨康的诗图情 也带着一种养成戏的刺激 总之 抛去原著剧情 孟子义版本的梅超风确实绝美 在该剧中居然做到了独树一帜 而资源方面 他自综艺中成功洗白后 是人人喜欢的傻大姐路人员不错 目前孟子义也已经升级为女主 搭档刘学义主演了桃花硬江山 还有和李云锐主演的九虫子 都在代播名单中 四 尤静如 出生于1992年的尤静如 虽然名气不大 但也曾演过不少优秀的作品 比如《无心法师》《春风十里》 《不如你女世子》等 他的长相属于英气十足形 标准的瓜子脸颊浓眉大眼 唇红齿白 很容易便吸引观众的眼球 但出道多年 尤静如始终不温不火 理由可能就是太低调了 金庸武侠世界中 他饰演英姑 这个角色是大理国的贵妃 他容色轻利 却暴力极躁 音质很毒 之前的影视作品中 并没有太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呈现 而尤静如的版本 则完整地演绎了 和段志兴之间的感情故事 所谓一念之差 恩怨半生 蓝音续果终成空 而英姑从最初的颠倒众生 到日后的沧桑面孔 形成极大反差 令人共情难忘 五 陈都灵 而剧中饰演冯衡的陈都灵 也被誉为古装美女 去年还曾凭借在 长月静明的恶毒女二角色 成功上桌 演技获得认可 人气也逐步提升 冯衡是黄荣的母亲 但因生产前劳累过度 遗憾去世 所以一般来讲 戏份不多 不过之前的影视作品中 黄毅 王小辰 李一小等女星都曾演过这个角色 且每位都很出彩 而陈都灵的版本盛在初晨 尤其是一席水蓝色服装上身 尽管头上没有太多配饰 妆容也略显清淡 却呈现出一副 清水出芙蓉的意味 非常雅致 这个形象 也和陈都灵之前给人的白月光人设 极为适配 所以 网友发自真心赞美 看了这么多版 第一次看上缝衡 6.玛丽亚 而饰演成吉斯汗女儿华征公主的 是2002年出生的女演员玛丽亚 她是哈萨克族 所以面孔看起来有抑郁风情 意外和华征这个形象贴合 玛丽亚于2021年参演都市剧完美的她出道 之后还演过不少网剧 但角色都不算大 作品反响也一般 直至参加了创造营亚洲选秀 她才获得了不少秀粉的关注 还被外界称为节目中的颜值担当 但最后还是没能成团 略显遗憾 目前 玛丽亚还处于小透明的状态 但相信只要稳扎稳打 磨练演技 是金子就总会发光吧 7.范静一 同样是小透明的范静一 也是第一次参演古装剧 在剧中饰演成瑶家一角 这个角色是成家的大小姐 但后来遇险获郭靖 黄荣相邦 因此对郭靖倾心 直至后来爱上了陆冠英 两人修成正果 原著中 她同样是貌美如花的女子 但戏份不多 98年出生的范静一 也是初到6年 曾演过完美的她 影帝的公主等小众作品 她的长相偏现代化 属于元气型美女 目前 其参演的朱朱主演的 《她为什么依然单身》 徐志胜主演的 《侠客行不通》等不同题材的作品 都在代播中 8 罗秋运 而被网友盖章和高伟光很有CP感的罗秋运 带来的角色是丹敏 这是新增的角色 尽管也被吐槽恋爱戏份太多 但不可以忽视的是 她确实很美 罗秋运上一次被观众关注到 是千古绝尘中饰演了星月女神月迷 虽然角色戏份也不多 但却名艳大气 一看就是国泰民安脸 尤其是笑起来如春风拂面 她是重庆女孩 2015年考入中戏 期间不断地出演话剧 积累表演经验 出道后 罗秋运接连参演了 《不说谎恋人》 《春归梦里人》等不同题材的作品 虽然都不是主角 却因灵气的表演和经验的长相 令人印象深刻 目前 她还有和张新诚合作的《舍不得星星》 《谈剑刺的滤镜》 《胡仙旭的隐情》等待播出 9 哈尼克兹 同样在金庸武侠世界中 饰演一个新虚构出来形象的哈尼克兹 也是个异域大美女 她饰演的衣伙 同样是异域风格 与人设相符 扮相也精美绝伦 这和观众印象中的哈尼克兹形象一致 毕竟一出道 这个新疆姑娘便因为一支舞蹈 在国风唱演秀《国风美少年》中经验四方 那之后 她成为各个晚会中常客 演了不少令人嘖嘖称奇的舞蹈节目 比如《菲勒斯路》 《大梦天花》 《九色路》等 每个造型都过目不忘 而作为一个演员 哈尼克兹的《也不落人后》 她在奇幻电影《赤狐书生》 诠释过魅惑的《莲花精》 又在领衔主演的终极笔记中 演了干练的女探险者阿宁 还有《玉楼春中人美心善》 《行医救命的驱灵》 可以说哈尼克兹的表现力和辨识度都很出色 所以演艺事业大伙是必然的 哪怕在金庸的武侠世界中戏份不多 却每一针都如花般美丽 如今 她手握莫风银 风影燃眉香 小朝夕 无忧度等作品等待播出 期待她的表现